同学们好 我们来介绍第六节销售业务的账务处理 销售业务在教材当中介绍了两项销售 一个是把你的产品给卖出去 还一个是什么 你进买购买的材料多了 把富裕的材料给卖掉 不管材料还是商品 那么我们把它都称为货物 那么所以说他们在销售的处理上都是相似的 我们主要掌握出商品销售了 那个材料销售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们在本节当中主要以讲解商品销售为主 从三个大的方面来介绍 商品销售销售以后我们会取得收入了 我们在账上怎么来记录这项收入呢 从三个方面来加以介绍 第一个是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条件 是不是我们把东西卖出去以后 在账上一定要确认收入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批货物 我们卖给张三了 那当时给我们钱了 我们确认收入 当时没给我们钱 说五天以后要给我们钱 我们也在账上确认为收入 因为按照权责方式的原则来说呢 那么只要是我们这月卖的 就要确认这月的收入 但有一种特殊情况啊 我们把东西卖给他以后啊 我们马上知道对方是一骗子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账上还确认收入吗 是不是就不确认收入了呀 并不是把东西卖出去都要确认收入 要符合五个确认条件 我们在第一大点当中呢 就来介绍这五个确认条件 然后第二大点呢 再来给他介绍 在销售过程当中 我们要涉及到的八个账户 第三大点呢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销售商品啊 销售材料啊 如何确认收入 好了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大点 就是收入的确认条件 一共是五个 且在销售商品 这里的商品包括材料啊 他收入的确认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共是五个条件 所以这五个条件来讲 我们考当中经常考核的是多选题啊 别看他多要记住五个条件 对这五个条件怎么来记忆呢 我们把它给的一分为二 当我都记的时候 你会感觉很多 你说一共分两组 第一组俩 第二组仨 这样来讲就降低你的记忆难度了 那么我们这样分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把钱两个那么组合到一块 称为一组 当我们把商品卖掉以后 我们说账上形成 假设一百万的商品啊 形成一百万收入 什么结果 我们是不是把商品的给人家呀 人家对方把钱给我们 这是我们在账上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啊 我们要确认收入 所以呢 确认收入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商品要没了 换句话说 商品这项资产的所有权 或者这项资产的控制权 你没有了 你在账上才能确认为收入 如果你有你卖了以后 还有所有权 或者还有控制权 就不能确认收入啊 一般情况下 把东西卖了 是不是就没有所有权 也没有控制权了呀 对吧 那么这样 我们收入确认的前两个条件 第一组当中就是 与所有权 与控制权相关的两个条件 先来看第一个 与所有权相关的啊 企业已经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 这句话就表明意思是你已经没有所有权了 怎么叫表明你已经没有所有权了呢 比如说我们把我们这本教材 我们卖给学员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本教材将来再涨下了 再降下了 我还能跟学上要吗 我肯定不能跟学上要了 那么这也就是说 我没有所有权以后 这个 这本教材他升值了和他贬值了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来表明我们不具有所有权了 这是第一个条件 在第一个条件当中呢 我们注意一点就是说 已经将商品所有权上的是全部风险吗 他说的是什么 主要风险啊 已经转移了 如果说这本书升值了贬值了 跟我没关系了 叫主要风险已经转移了 如果说这书中间有个页 说这个缺一页啊 或者一页呢 一条点问题 是不是我还有换货的这种风险呀 但换货的这种风险呢 并不是主要风险啊 我们所谓主要风险就是 他升值了减值了 这叫主要风险和报酬啊 升值叫这个 报酬减值叫风险 好 是第一个来表明没有所有权了 第二个条件呢 来表明呢 你没有所有权了 也没有控制权了啊 好 我们看 第二个企业既没有保留 通常与商品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是不是一种控制 如果你还继续管理呢 那么说明你还没有丧失这个商品 对吧 也没有对受伤的商品实施控制 那还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说你没有对他控制权了 才表明这个商品已经被卖掉了 如果你还拥有对他的控制权 那么不能说明你把他已经卖掉了 这是我们所谓的第二个条件 比如说母公司把一个商品卖给子公司了 那么子公司把钱也给母公司了 但是那商品呀根本就没有离开母公司 连到子公司那去的没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我们看出啊 买卖双方都已经开发票了 母公司呢也已经收到钱了 但商品没给对方还归母公司在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母公司能确认收入吗 是不可以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还保持对商品的继续管理权 还有对售出商品实施控制 这个在实际工作当中 最常见的就是售后回租或售后回购 经常出现的是这种现象啊 这是前两个条件 没有售有权也没有控制权 这样好记一些吧 他这两句话太啰嗦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后三个条件 后三个条件来讲呢 我们要想确认收入的时候 往往是利益能够流入企业 不管你是现在流入 还是说我十天半年以后能把钱收回来 总之能够流入企业时 我们才能确认收入 所以其中有一个条件叫相关的经济利益 就是那个钱啊 很可能流入企业 如果说他流入可能性很小时 你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像我们刚才所说 我卖一批货物 我是没有所有权也没有控制权了 但是我们一听说对方是一个骗子 没有能力给钱 那这时我们根本就不能啊 确认收入 那这里我们注意一点 如果考判断题的时候 要注意相关的经济利益 不是可能流入企业叫很可能 很可能用数值比例来说大于50% 小于90%50%就是很可能啊 这个比率我们不用去计它啊 你就知道一下是什么可能啊 很可能流入企业时才能确认收入 这是我们所说的收入三个条件了吧 那还有两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东西卖了以后 我们要进行啊 记账 那么在账上进行记录 说收入增加了 收多少钱呀 那多少钱你必须知道 否则无法记账 那么这样来讲呢 他第三个条件就是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的计量 就是知道是多少钱 那么不仅要收入要知道 因为我们在确认收入的时候呢 还要确认购买这样商品是发生多少代价呀 我们又要收入又要有费用二十之差 才能得到利润 对不对呀 所以我们把一项商品卖掉以后呢 我们要反映收入增加了 成本费用增加了 比如说100万买的商品 150卖的 你卖了以后要反映 账上有150万的收入 有100万的成本费用 这样贴你50万的利润 光有150万的收入 没有成本费用不行 那会给别人造成一种误解 以为你零元成本的 实际上是吗 实际上不是 所以我们把商品卖掉或材料卖掉以后 一定要是又要反映收入 又要反映成本 所以收入首先要能够可靠计量 才能确认收入 如果那成本不能够不知道的时候 账上也不要体现收入 我们来看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 能够可靠计量时 也是我们收入确认的一个条件 如果你成本不知道的时候 账上没法记录成本费用是多少 光写一个150万的收入行吗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 所以多元题我们要掌握住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 在销售过程当中 我们涉及到的一些账户 首先我们先来看两收 两收是什么呢 就是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 那对于这两收来说 我们前面或多或少都已经设计过了 我们这里再来加以强调 首先来看第一个账户就是应收账款账户 是写的一项债权 我们把货物卖出去了 对方钱没给我们 我们此时在账上要反映应收账款增加了 是一项债权资产 我们卖货 我们应收未收的款项 我们通过应收账款来核算 如果说我们不是卖的货物 我们给对方提供的是一项运输劳务 我是运输公司 这是应收未收的货款 也叫应收账款 所以注意应收账款不仅仅是应收的货款 还包括应收的劳务款 那对于这个账户来说呢 我们要知道它是我们写的什么 是我们写的债权资产 所以它是借方计增加 贷方计减少 如果有余额的话 应该在增加方 是这道理吧 那么这是很简单知识点了 那么我们来看 什么情况下应收账款增加呢 你把货卖了 钱没收回来时 不就应收账款增加了吗 我们来看借方 来等你它的增加额 借方由于销售商品 以及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应收的账款 都包括什么是多案提的考点 比如说我们把货卖给他了 货款是100万 我们把货卖给他的时候呢 我们还请快递公司把这货运给他的 这个快递公司假设是先给我们要钱 我们当时在买卖货的时候 我们和买方说清楚了 说我们这笔运费我们先垫上 将来呢 作为买方连同货款 一块要给我付回来 那么在此时我们付出去的运费 我们叫代电运费 假设代电的运费是10万 我们写代电俩字啊 那么这样来讲 我们应收的账款 我们在账上反映 只反映100万呢 还是反映110万呢 因为这个10万块钱 尽管不是我的货款 但是要随同货款一块收回 所以我们入账的时候呢 为了反映这笔业务的全貌 我们应收账款账户 既要反映你应收的货款 还要反映你代电的运费 你应收账款应该是110万 我们来看这句话 应收账款一道多小题 要反映什么内容 应该收取的价款 还有什么应该收取的代电的费用啊 这里还有一个是税款 这个税款指的是什么呢 先给大家来说明一点啊 我们在卖货的时候 我们要办两件事 第一个我们要确认一笔收入 把货卖出去了 要确认一笔收入吧 第二个我们向买方要钱的时候啊 不仅要要我们那个货款 还要替国家向买方要一笔税金 那么这样来讲呢 我们跟买方收钱的时候 假设我们货款100万 我们还要向买方收取100万的17% 就是17万啊 要收17万的税 这个税叫什么税呢 叫增值税 那么这样来讲 我们向买方一共要收多少钱 就是你不含税的货款 和你要收取替国家收取的税金 就17万 还要核算代电的运费 这样来讲 应收账款就核算三项内容 这是多选题的考点 需要我们加以注意啊 那么这三项内容增加值 都表明我们应收账款增加了 都要提他的借方 那将来把这款项收回来时呢 我们就记住他的贷方 贷方当你已经收回的应收账款 那期末余额在哪方呢 我们刚才解释了 期末余额在哪方 期末余额是在增加方 是在借方的 是不是啊 就表明你未收回的款项 但是我们来看讲义 我们这里说期末余额在贷方 在借方表明什么意思 在贷方又表明什么意思 这里我们就注意了啊 应收账款预收账款 他们本身都应该随着他们应有的余额方向啊 但是偶尔呢 也会出现反方余额 像应收账款 但是我们还有点预收账款啊 应收账款应该是借方余额吧 但如果出现代方余额了 代表什么意思 判断题要表明要知道啊 我们来看 期末余额如果在代方反映企业预收的账款 就不是表示应收的了啊 我们卖货可以先收钱叫预收款 可以后收钱 是不是叫应收款呀 那这里我们注意一点 就是如果应收账款呢 他应该是在借方余额是表明是应收的是后收的 如果是在代方余额时就不是后收的了 是代表的是预收款 所以注意应收账款出现 这里的问号啊 代方余额是代表的是预收款 你先记住这一点 我们在将来考试的时候 遇到这种类似题的时候 你就这么来反应 两收两负问题 听我说应收账款 咱先不说哪方余额啊 就说出现反方余额时就代表预收账款 那预收账款出现反方余额时呢 就代表应收账款 听听这规律了吧 我们前面还讲过一点 两负应付和预付 如果应付账款出现反方余额时 代表预付 预付账款出现反方余额时呢 就代表应付 所以注意两收两负 反方余额 代表另外一个收 代表另外一个负 这个判断题你掌握住了吧 然后我们再从理解角度 再来加以说明啊 应收账款出现代方余额时 代表的是预收的账款 好 我们假设啊 现在我们销售一笔货物 那销售一笔货物呢 是一百万 假设吧 是这么多钱 是一百加一十加十七 就是一百二十七万 应收账款一百二十七万 那么记住应收账款的借方 表明应收账款增加了 对不对呀 那么过两天对方给我们一百万 那么应收账款减少一百万 那还是二十七万没收回 所以道理吧 那这个是很简单的 现在我们说一个出现反方余额的啊 我们应收账款增加一百二十七万 可将来他给我获款的时候呢 他说他不仅把上次欠我们的钱给了 还预付给我们一笔钱 他预付就我们是预收 比如说给了给了我们二百二十七万 那这个时候应收账款就会出现代方余额 代方余额是一百万 那这是我们表明一点 此时的应收账款一百万什么意思 就是他把原来欠我们一百二十七万给清了 还先给我们一百万 那此时应收账款的代方余额 就代表的是预收款 这是我们要掌握住的啊 从记忆也好 从理解也好 总之你要知道这是应收的反方余额代表什么 好 我们再来看预收账款啊 那对于预收账款来说 首先你要表明一点 它是起的一项负债 我们在原来讲课曾经说过啊 如果你是加入战的话 那你先先收了司机两千块钱的两千块钱啊 你给他一张卡 是意思吧 那此时你得账上反应 你的钱增加了 预收款增加了 这是一项债务 将来你要拿你的油来抵这项债务 对吧 那现在来讲 我们要知道预收账款是你的一项负债增加了 将来要给对方货物啊 那么对于负债务账户来说呢 应该是哪方即增加 应该是代方即增加 借方即减少 余额在代方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来看文字表述 代方登记企业向购货方 购货单位预收的款项啊 预收时 那么就是预收账款增加了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判断题的话 或多元题的话 他不说预收账款增加即哪方 他说 企业向购货单位预收款项了 问你寄哪方 你要知道预收款项了 不就是预收账款增加了吗 是不是啊 那么应该寄他代方 那再来看借方登记什么呢 就是预收账款减少了 怎么才能预收账款减少啊 如果你是加入账会计的话 那么你们单位刚开始预收司机2000块钱 怎么导致预收款减少呢 你给他加一次油 你预收款减少一次 加一次油 你的预收款 这种债务是不是减少一次啊 所以当你产品或你材料 你销售实现时 就充结你的预收款 所以我们来看 借方登记销售实现时 按实现的收入转销的预收款 你卖两 卖200块钱 你反映预收款减少200 是意思吧 我们举例来加一说明 还是2000来举例啊 现在同学们在 加油站当快递啊 你们现在先预收司机2000块钱 此时你账上反映预收款增加2000 一项债务增加2000 将来司机加了一次200油 那么你反映200块钱 你给对方200块钱油吧 那导致你预收款减少200 你又给他加一次油 你预收款又减少200啊 那么到期末的时候 预收账款 现在你还有1600元 说明你欠对方1600元的油 实际道理吧 这是我们说的预收账款 刚才也已经说过了 如果预收账款是负债类账户 那是贷方余额时 就代表的是预收款 如果借方余额呢 就代表的是应收款 我们刚才已经讲和说过了 预收的应该贷方余额 出现反方余额时 就代表另外一个收 代表什么款 代表应收款 所以我们来看 期末余额在贷方 代表的是预收 而在借方的时候呢 可不是预收了啊 而是呢 尚未收取的款项 不就是应收款吗 这是我们要加以注意 对于预收款情况 不多的企业 也可以不设置本账户 将预收的款项 记住哪个账户来核算 记住哪个账户核算呢 记住应收账款账户来核算 我们前面也曾经说过应付 预付 这里又谈到应收和预收 如果企业不设预收款的话 我们这来写一下 先强调一个结果啊 有些时候这种知识呢 你要从理解角度来说 你会觉得越学越累 现在我们先干上一个结论 再去理解 如果这个企业有预收款 但是他没有通过预收账款 这账户核算 通过什么核算呢 通过应收账款账户核算 也就是不设预收 通过应收 如果这个企业 有预付账款的情况下 同样道理 他没有设预付账款 通过什么核算 通过应付账款来核算 也就是收收核算和付付核算 记住这八个字以后就好多了 收收核算付付核算 对吧 不设预收通过应收 不设预付通过应付 尽管他们性质 截然相反 怎么截然相反 预收款是负债 应收款是资产 预付款是资产 应付款是负债 是不是性质相反呀 在谁通过谁核算的时候 不要管他性质一样不一样 你就考虑是 不设预收通过应收 不设预付通过应付 就可以了 这叫收收核算和付付核算 所以我们这句话说 预收款情况不多的 也可以不设置本账户 将预收的款项 进入哪个账户 进入应收账款账户 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来说 现在你这加入债 假设来讲 你预收款有太少了 你不想卖加入卡吧 你卖一 你有一万笔 这个销售业务 才有一笔预收款 那这个时候就得了 不设预收账款账户了 那么现在你假如要设的情况下 怎么来核算 预收2000块钱 记住预收账款账户的哪方 预收款增加了 记住预收款账户的贷方 是不是啊 而你现在说 我不设预收账款 怎么办 通过另外一个账户 叫应收账款来核算 你要有设的时候 设预收账款的贷方 那不设的时候呢 通过应收账款时 也是记贷方 这是我们要加以注意的啊 就是不设预收 设预收在贷方 不设预收在应收账款 也是贷方 其实也很好理解嘛 是吧 你相当于是 你货还没给人家呢 你应收款先减少了嘛 是一道理吧 不就是预收吗 好了 这是我们所谓的 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 再来看第三个账户 就是应收票据 我们前面讲过应付票据 他俩是一对啊 我们假设卖一批货物给张三了 现在张三呢 他给我们打一张欠条 这张欠条叫什么呢 叫商业汇票啊 这张欠条上写着 欠我们一百万 三个月以后给 那此时我们收了 收了这张欠条了 是一种债权吧 这种债权不能叫做应收账款 因为什么 是有欠条的债权 我们把这种债权呢 要区别于我们刚才讲的那种 没有欠条债权啊 有欠条债权 我们叫应收票据啊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那么这种欠条 商业汇票分成两种 一种叫商业成对汇票 一种叫银行成对汇票 都同属于商业汇票 第二的区分 我这里不再多说了啊 你去看材料采购业务当中 我们说过商业成对汇票和银行成对汇票 有什么不同 我们现在只要知道 它是统称为商业汇票啊 那么我们收到这种欠条时呢 我们就要反映一项债权增加了 所以说它是一个什么类账户 是一个资产类账户啊 现在对方说欠我们 从张三这儿我们设一张欠条 上面欠我们300万啊 张三欠我们300万 我们反映应收票据 这样欠条 收到以后 债权增加了 从李四这儿 又销入一笔后 李四也给我们打一张欠条 也是商业汇票 那么这时我们反映应收票据又要增加一笔 所以说这种债权资产增加时 反映资产增加 记住这账户的借房 在家借房去增加 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把那300万给要回来了 就反映应收票据减少 那就减少300万 假设把张三那笔钱要回来了 那此时应收票据还有一个400万的余额 很显然是李四欠我们没给的 对不对啊 这是我们所谓的应收票据这个账户啊 我们只要知道在考试题当中 我们说两种考核方法啊 第一个应收票据核算什么票据 什么票据 商业汇票 给你给你已经干扰的 有什么支票银行汇票 注意都不是啊 就是商业汇票啊 我们这里也在写一下吧 是一个叫商业成对汇票 我写个商城 还有一个就是银行成对汇票 我们叫银城啊 银行成对嘛 对吧千万注意可不是银行汇票啊 银行汇票跟银行成对汇票是两回事 现在我们知道一下应收票据核算的是 商业汇票就可以了 至于他们具体区别 那么我们在财经法规当中 有老师会答介绍 我们这就不再多说了 好了 这是应收票据 这个账户是一项债权资产 再来看第四个叫营业税金结附加 那么企业呢 在提供劳务过程当中 或销售商品当中呢 我们有时候呢 要交一些税 这些税金支出一交出去以后 就是我们的真金白银就流出去了 那就是企业一项支出 只不过还不叫费用啊 你交给国家的怎么能叫费用呢 交给国家叫税金 实际上也是一项费用 对吧 那对于这个 对于这些交出的税金支出呢 那么交了多少啊 那就形成一项费用啊 对于这些费用来讲 我们用一个账户来记载一下 叫营业税金结附加 那么营业税金结附加 它并不是记载我们企业交纳的各 所有的税金支出的 它只只记住其中一部分啊 我们来看我们这两段话 就有不同的税金支出 有的通过它来记载 有的不通过它来记载 通过它记载的是五个啊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呢 有营业税 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 看到了吗 对于这个账户来记 这样五个内容 实际上很好记 怎么好记 你看这个名字 这个账户的名字 营业税金级附加 打头的就是营业税 结尾的就断后的 就是教育费附加 看到了吗 这是去掉俩了吧 还有三个 还有三个是什么 就是消费税 城建税和资源税 我在记忆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我曾经举过这么一个例子 来加以说明啊 我说赵老师 有一个胖老婆 老婆呢不上班 就向赵老师一个人上班挣钱 好了 咱就与这件事情啊为例 那赵老师老婆不上班 干什么呢 搞城市建设 哎不上班才搞 搞什么城市建设呀 听着在家 哗啦哗啦哗啦 在那什么 玩麻将 累成墙 那你累成墙的情况下 好 这要交什么税 要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啊 那么 这样来讲呢 你搞城市建设了 那还要交一个税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叫什么税 营业税 你搞城市建设 也相当于是营业啊 那么如果打麻将 营钱来好 说输钱怎么办呀 你得吃饭呀 那么没关系 有赵老师资源的呀 啊 赵老师是一个非常有保障的资源啊 王家呢 每月发工资了 就交上去就可以了 但这时候呢 他有资源 对不对呀 有资源就要交什么税 交资源税 看到了吗 好了 那么 我们说 说到资源税了 那还要谈到呢 日后呢 要进行消费 是吧 那在家 那他要日常的柴米油盐支出 那由赵老师爱人去进行消费 那叫交纳消费税 啊 最后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事情 落在老婆的身上 什么 家庭子女的教育啊 那么这个教育来讲呢 就谈到一个叫教育费附加 我是采取这么一种比较牵强的 这么一种联想记忆的方法 就记住了这么几种啊 税金啊 硬性记忆 就是一头一尾 营业税和教育费附加 如果联想记忆就是什么 先是 他是搞城市建设的 玩麻将啊 玩麻将要交税 交营业税 然后呢 嗯 没钱怎么办呀 没钱 找是有资源啊 给钱以后 他去花钱去 去消费 最后把孩子教育管好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记住这这样 营业税金机附加 这五项税金支出 那么将来发生以后呢 是 这种税金支出 是记住营业税金 及附加这个账户的啊 那么再来看一看呢 还有这几项税金支出 是房产税 车税 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 这些税金支出来讲呢 他可没有记住营业税金 及附加 记住什么了呢 记住我们后面要讲的一个账户 叫管理费用账户 啊 叫管理费用账户 那这是我们也要知道的 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叫四税一费 那这四税一费是怎么来记忆的呢 一费没说 待会再说啊 先说这四税 还是那就不是赵老子为例 就以赵老子为例啊 所以现在赵老子呢 是什么呢 是四有新人啊 现在这个年龄了 叫四有老人 因为十多年前 我一直说四有新人 现在说四有老人啊 哪四有呢 到这把年龄了 怎么也得有个住的地方吧 有房啊 有房就得交房产税 那么要出去走呢 光十一路俩腿不行啊 还有车 有车的叫什么税 叫车船税啊 那么除了有房有车以外呢 在郊区呢 还置了一片地啊 那这个地呢 还给租出去了 那这个地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要交土地使用税 有房有车有地 有三有了吧 还有什么 还漂亮老婆呀 打麻将老婆 对不对呀 那么这样那老婆就是什么 一朵花啊 叫阴影花税 这是我们所谓的四税啊 有房有车有地 还还有一只花啊 这是四税 一费是什么呢 我们后面还会讲 有个叫矿产资源补偿费 那很明显 这个名字很长 它也有两个字 也有资源两个字 但是它不是税 如果资源税的话 就记住营业寻加附加了 而这个矿产资源补偿费呢 那么它是将来发生以后 这笔支出是进入管理费用的 这就是四税一费 所以我们在考试 从业考试也好 还是包括将来的初级考试也好 经常考核这个内容 以下 进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的税金有什么 那么我们把这两组内容给你混到一块 你要能挑出来 哪个是进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的 哪个是进入管理费用这个账户的 这是我们要说的一点啊 当然了我们在后续当中也会讲 如果出这种题的话 它还肯定有两个干扰项 这两个会出一个 一个是增值税 一个是所得税 我们后面会说增值税 还有所得税 对于营业税金附加来讲 我们是打一叉子 什么都不进入营业税金附加 那进入不进入管理费用呢 也不进入管理费用 为什么后面会讲 好了 这是我们所谓的营业税金附加啊 如果从理解角度来说 再来说一下 就是呃 我们进入营业税金附加的这些税金支出啊 往往跟你的销售额呀 跟你的流水额挂钩 你卖的钱越多 交的税越多 啊 这就是营业税金附加的 而我们后面讲的 进入管理费用这些税金支出呢 我们当时准则执行者就说了啊 他这些税金呀 跟你的这个日常销售额 跟你的提供劳额 没有这一点关系啊 你不提供劳额 也得交这种税 就是一个死数 所以把它叫做管理费用啊 那像房产税 说你房子一用 交房产税 你不用也得交房产税 是这么回事啊 好 这是第四个 那第四个当中 看这个账户 叫营业税金解业附加 是我们企业的一项什么 是一项费用啊 是一项费用 所以说是损益类里面的费用类 那么哪方即增加 应该是借方即增加 贷方即减少 有余额的话 在借方 非常不幸的是 他没有余额 为什么呀 因为损益类账户 不管收入也好 还是费用也好 在月底之前的余额 到月底了都要转抖 一转抖不就没余额了吗 是不是道理啊 这是营业石金解业附加 借方登记企业按规定 计算的与经营活动 相关的各项税费 就是导致你费用增加了 代方登记期末 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的 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税费 你转入本年利润了 就说明从本账户就转出了吗 你转出以后 期末结缘以后 该账户无余额 这是我们说的营业石金 及附加这个费用账户 准确来讲叫损益类 第五个是两组账户 是四个 那么分别是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 我们在最早开始介绍 这个损益类科目的时候 就曾经给他介绍过这四个账户 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 先说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那肯定是损益类里面的收入类 哪方即增加 应该是代方即增加 对吧 这是这两项收入 那减少呢 都是即借方的 问大家 这两个收入期末有余额吗 损益类账户期末都没有余额 所以这两个账户 平时记载多少收入到月底 都得给他拿走 一拿到以后 余额就为零 再来看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呢 是为了取得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所发生的代价 那这项代价呢 就是一项什么 是一项费用 一定注意 带成本俩字的 这颗不是成本类科目 这是一项费用 比如说 我们 取得一笔收入 150万 卖了150万 多少钱买的 100万买的 我们把上面原来买100万买的 现在给卖出去了 上面没了吧 什么结果 取得150万的 假设这里来记载 150万的 收入 好 那么当时代价多少 那就是100万的费用 是不是100万费用啊 100万买的吗 那这样 这费用就进入主营业务成本 不叫主营业务费用 为什么呀 因为 他没卖之前 叫商品的成本 卖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卖掉那成本 就本身就是费用了吗 把它称为主营业务成本 就是主营业务费用 那么增加应该借方 那其他业务成本 同样道理 也是增加借方 那么他们两个既然是费用那账户 那期末有没有余额呢 期末也是没有余额的啊 既然增加在代方两个收入减少 就是分别从借方记载减少 那么他减少时呢 更多的时候都是呢 把你记载收入给转出了 就从借方减少 那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都是在借方计增加 那减少的时候呢 就是转出时候吧 都从反方转出啊 从贷方转出 也就是一转出就减少了 好 这是我们所谓的 先有个初步认识啊 这两项收入和这两项成本 那刚才我们所谓的收入的减少 我们往往说的是什么 这叫转出 是导致收入减少吧 那还有一种真正收入的减少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销售150万 最后对方退货 退了50万 那退货的时候呢 我们叫充收入啊 在退货的时候 我们充50万收入 写于50万 那么就充50万收入 那这是导致你收入减少 但这种情况下 在从业当中涉及的太少 太少 一般情况下 他所说的减少 都是第一种转出这种原因导致的 至于我们退货导致收入的充减 这种涉及的概率太低太低啊 所以我们常说收入减少了 都理解为就是收入 把它的余额给转出了 好了 成文是同样道理的 我们再来看看文字的表述啊 主营业务收入属于损益类账户 属于哪类 那当然属于是收入类了 对吧 代方登记 你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 那就是主营业务收入增加了 那借方登记什么呢 你转入本年利润了 一转入本年利润 那你不就转出了吗 那转出就导致你减少了 是吧 以及你发生销售退回 销售折让时应充减的收入 所以主营业务收入借方登记两个内容 我们前面已经设计过了 一个是真正的你收入的充减 还一个就是什么 你那个收入的余额给转走了 导致它减少 期末结转以后 这个账户有没有余额呢 期末是无余额的 那么其他业务收入 同样道理的 损益类账户 代方登记 你取得的 就实现的收入 收入增加了 那借方登记呢 就是你转出的 你转入本年利润 不就是转出了吗 对吧 期末结转以后 该账户也是没有余额的 这是两个收入 对两个成本来讲呢 稍微呢 不大好理解一下 两个收入还好理解 两个成本呢 不大好理解啊 那么主营业务成本 是损益类里面的 什么类 是费用类 是一项费用啊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主营业务成本增加了 你当期利润就要减少 好 这是知道 那么借方登记 你发生的主营业务成本 不就是成本增加了吗 代方登记 你转入本年利润了 那转入本年利润了 不就是你转出了吗 一转出 不就是减少了吗 期末结转以后 该账户没有余额 那么其他业务成本 道理是相似的啊 那么借方登记 其他业务成本的增加额 就是你发生的其他业务啊 成本 代方登记什么 就等你转出的 就转入本年利润的 就你转出了 同样期末结转以后 是没有余额的啊 这是我们说的一点 那在我们这节当中呢 我们所谈到的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成本 就指的是销售材料 我们把销售商品 叫起来主营业务 那么带来的收入 叫主营业务收入 相当代价 叫主营业务成本 那你销售材料呢 卖来的收入 叫其他业务收入 加以区分一下 和卖商品 加以区分一下 帮他代价呢 就叫其他业务成本 我们把商品卖了 把商品变成了 其主营业务成本 把材料卖了 把材料 发现材料没有了 其他业务成本增加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几组账户